巴黎的律章它分成见度、经分别和户水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的是经分别的部分 就是有关接条跟接经 见度到底在讲些什么 大品有十个见度 小品有十二个见度 我们现在看一下见度到底是讲些什么 见度大品有十个见度 我们看第一个叫做大见度 大见度在讲些什么 我们看这里就是说见度 第一个就是大见度 我们看这个大品 然后就是大见度 第一个你看 佛陀觉悟的论说 学悟说 所以我们看这个大见度 他刚开始你会觉得 诶怎么 记忆里面会讲这个 大见度 本章所占篇幅极大 总共有十个宋 一到四宋叙述佛陀陈道教化的过程 就是从佛在菩提树下陈道开始 陈道之后他不想说法 然后犯天来劝请说法 都是在这里面说的 然后在陆尾院初转法轮度五比丘 还有阿瑟出家 这个阿瑟他是第七个阿罗汉 对不对 第七个阿罗汉 为什么说第七个阿罗汉 第一个阿罗汉是佛陀的 五比丘 第六个 那阿瑟是第七个 阿瑟其实他也算是居士生正阿罗汉 不过他那一天就出家了 所以他不必就是不必入魅 因为他他不是因为享乐 跟火头一样有夏天的宫 有冬天的宫 就是有雨季的宫 三个宫殿让他享乐 不是说有一次就是整个晚上通宵打蛋 然后跳舞啊唱歌啊都很累啊 看到那些那些那些舞女那些歌女 睡着了流口水啊什么的 样子看得很恶心啊 觉得过患就跑出去啊 然后遇到火头 火头看他说法的时候 他就震得出国 因为他爸爸妈妈找不到他 他妈妈叫他爸爸去找 爸爸去找以后 火头不是把颜色变不见吗 然后对他爸爸说法 他爸爸也震得出国 他对他爸爸说法的时候 A色就已经震得阿罗汉了 他爸爸已经震得出国 然后火头就跟他爸爸讲说 像A色还适合回去当在家人吗 所以就让他出家了 他也是居士震得阿罗汉 如果你没有出家 他就会向火头的爸爸 火头的爸爸震得阿罗汉了 当天就要入内阪 还有另外一个将军 也是一样 就是当天就要入内阪 然后渡山加色 还有呢 火头出家没多久 他就碰到色律府昏墓建园 变成他的两个上手弟子 第五到第十诵是详述出家的规定事项 包括事后届师、依止师等方式 受人祭族界的规定仪式 沙咪师界、出家的资格限制、生活方式 乃至凡属或在请求出家的种种治疑 第二个见度 诵戒见度 第一诵规定比丘每月8日、14日、15日集会 为之所法 并在14或15日诵戒 所以刚刚我们看看他诵戒的 是讲说今天是14或15日 然后居住在三游巡 一游巡是11.2公里 一游巡就是7英里 一英里是1.6公里 所以一游巡就是11.2公里 那这个应该大概43点多才对 11.2乘以3的话应该是43.6 这个范围内的比较 必须在同一处宋戒 此外宾说明了宋戒的种类取方式 第二宋是记载 戒的种种规定事项 宋戒的地点 然后这个乙安基建度 细数乙安基的起源 以及安基的时间地点 安基时的生活规定 乙安基有两种时间 一个是前安基跟后安基 前安基 农历的4月15日到7月15日之间 后安基是5月15日到8月15日之间 同一个比丘必须参加安基 安基的三个月中不得出外游行 有事外出的时候 要在7天内返回 就是也是可以过6月的一次 再来自治建度 自治的时间 先举行的方式 人数以及遇到环境人事等障碍 使得潜移的办法 那在这一章中 规定安基后 14日或15日 必须举行自治仪式 由长老比丘开始 轮流向一期以安基的比丘 询问建立 以改正安基期间所犯的错误 再来皮革建度 虽然称为皮革建度 但内容大多是规定比丘的鞋子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看过去 另外药建度 药建度的定义 不仅只疗病的药 也包括疗肌肉的食物 因此手沾的盆乳比较大 总共有4个宋 第一宋记载允许食用的8类药 以及一些与药相关的契机 最后提到了生团惊人的由来 第二宋有烹调药的方式 治病的方式 此外也规定了饮食 在肉类方面不能吃人肉 香肉 马肉 狗肉 狮子肉 豹肉 五种肉不能吃 三菌肉可以吃 但是不能包括这十种肉 当然 每一种肉 都有说明说 为什么这种肉不能吃 譬如说蛇肉 为什么不能吃 就是已经说蛇 它对它们同类的味道很敏感 如果你吃的蛇肉 吃的蛇肉的话 那你在身体里面禅羞 那个蛇会来咬你 另外 准许吃稀饭蜜球 病人可以吃砂糖 没有病人 只准喝糖水 之后记载 四尊受基氏供养食 讲解 再加五戒 并受摩羯陀大臣 祭尼供养 第三 这种可以储存烹调食物的境地 这个 狮喝将军就是 狮子将军 它是跟这部经有关系 真知部的 八点一号经 狮子军 就是狮子将军的意思 我们可以大体上看一下 这一部经 从这一部经里面 你们可以知道 佛陀是允许可以吃三斤肉 当然不包括那十种肉 这个狮子将军 他 本来他是 这个的 徒弟 是尼前陀的弟子 尼前陀的弟子 我们快来看一下 有众多有名的驴车主人在集会所共诸 与种种法门对师尊称赞 对法称赞 对僧团称赞 因为那时候佛陀的僧团 那个名声越来越好 很多的外道的信徒 听到 人家很多在称赞 佛陀的那个僧团 那这个外道 尼前陀的弟子 是狮子将军 他也听到了 他就这样想说 无疑的 他必将是 世尊阿罗汉偏证解释 因为像这样 这么众多有名的驴车主人 在集会所 集会共诸 与种种法门对世尊称赞 对法称赞 对僧团称赞 让我去见那位世尊阿罗汉偏证解释 狮子将军 是尼前陀的弟子 但是他一直 听到别人在称赞 另外活土的他们的僧团 所以有点动心 这个可能比我的老师好 但是他也很尊重他的老师 先去问他的老师 他说 大德我想去见沙门乔达摩 他老师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去 作悦论的你 为什么要见沙门乔达摩 因为不作悦论的沙门乔达摩 也不作悦教导法 作悦论应该是说 我们有什么要做的 他不作悦论就是说 他们 什么不能做的这样 然后 因为他很尊重他的老师 所以第一次请求 老师既然这么说 老师说你不要去啊 所以他的心就止息了 他又说了第二次 还是一样 说了第三次以后 说了第三次以后 他就说 老师不允许我也要去了 所以允许或不允许 倪前陀将能对我怎么样 其实他已经对他老师 已经有一点那个了 让我在尼前陀 不允许的情况下 去见那位世尊阿罗汉 骗政节者 然后他就去了 他用五百辆车 从比舍里厨房 以车子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 这是一个定型计 走到车辆能通行之处 然后不能通行了 就下车不行 然后去见了世尊 然后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世尊就跟他讲 说我不是什么不作业论 也不是什么作业论 就这样 不作业论 反正就是 经过这样问答之后 世子将军完全信服了 完全信服了 然后 听完了以后 这是一个定型计 太伟大了 大德 太伟大了 大德 然后 中间就会有四个鼻翼 你这个说法 就像 让跌倒的人 站起来 让黑暗变成亮的 让被覆盖变成打开 等等这样 然后 就说 请世尊记得我为佑佛社 从今天起终身归一 那 佛陀跟他怎么讲 说像你这么有名的人 你要慎重考虑 慎重考虑 然后 就说你已经有一个老师了 那你现在要来投靠我 像你这么有名的人 你要慎重考虑 这么一讲 世子将军更加信服 他说 大德于此 我对世尊更业意满意了 你世尊对我这么说 世子请你做慎重考虑 慎重考虑像你这样有名的人是好的 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些新兴的 新兴的宗教 新兴的教派 他都会常常拿某某名人来皈依我 作为号召 对不对 你看说 我哪一个有钱 哪一个101 都来皈依我 他是医生 身份地位 社会地位都很高的 都来皈依我 用这样来号召 但是佛陀不是这样 佛陀说你要慎重考虑 佛陀有时候还要跟他们讲说 你原来的老师 你还是要去光亮他 然后他说你看 因为其他外道得到 像我得到我为弟子以后 都会所持旗帜绕行整个披舍力 宣告说师子将军已经成为我的弟子了 好 然后世尊就这么说 师子请你做深重考虑 深重考虑 对像你这样有名的人是好的 所以他第二次归于世尊 归于法 归于身 然后佛陀又说 师子长久以来 你家已是尼前头的供给员 因此 当他们靠近时 你应该考虑食物的施衣 你看佛陀还是劝他说 如果 那个尼前头来了 你还是要供养他 然后他又更加佩服了 这个师尊了 然后再来 世尊就对师子将军说法 说次第论 先说布施戒天皆说 说明义的过犯 还有义的悲下 杂然 离义的效益 当世尊了知 师子将军有顺从心头软心 离盖心 这个羔羊心 我们常常讲说翻译的不太好 然后 这个敬信心的时候 世尊就跟他说苦其免道 比较深一点的 然后 师子将军就 正德出国 远离 成垢之法眼生起 然后任何极法都是媚法 有了这个句子就是表示正德出国 正德出国的句子 然后师子将军 已经建法了以后 以获得法 以执法 以身入法 脱离遗后 离迷后 达五位 在大师教说上 不原于他 这也是一个定行计 然后对世尊这么说 请世尊与比丘生团 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公养 然后世尊就同意了 那时候师子将军知道世尊同意以后 起坐向世尊问信 然后就诱绕 接着离开 那时师子将军号召 召唤某位兰子 说位兰子 请你去 找些处理好的肉 他讲处理好的肉 不是叫他去杀 这是买现成的意思 那时 那夜过后 师子将军在自己的住处 准备圣庙的硬食与软食 时候到时通知师尊 然后就通知 活头说 时候已到 饮食已经准备完成 那时 世尊在午前 穿好衣服 取衣钵 去狮子将军的住处 抵达以后 与比丘生团 一起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当时众多女犬头 在皮舍里 从街道到街道 从十字路到十字路口 挥手必豪气 说今天 大枝加醋被狮子将军杀了以后 做沙门乔达某的食物 那位沙门乔达某知道 关于制作肉的事 言以夜有食用 明明知道这是有造业的 但是还是吃的 这是毁谤世尊 这个外道趁机攻击 是他说 狮子将军有公养肉 这里面得吃了 但事实上 这里是他捏造 大枝加醋 被狮子将军杀了以后 你看人家狮子将军是讲说 请你去准备 已经处理好的肉 对不对 这些就拼命攻击 佛头的生团 然后那时某位兰哲 去见狮子将军立大以后 在耳边告诉狮子将军 在耳边 真的 你应该知道 那些众多人牵头 在皮色里 从街道到街道 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 揮手被豪气 今天大枝加醋 被狮子将军杀了以后 做沙门乔达某的食物 那位沙门乔达某知道 关于制作肉的事 言以夜有食用 你看在毁谤说 明明知道 这些肉是 不合 就是有杀生的问题 还这样吃 然后 够了身世 长久以来 狮子将军这么说 长久以来 那些尊者 欲不称赞佛头 欲不称赞法 欲不称赞生团 那些尊者 从不停止以 不存在虚位 希望 不识 歪欺 那位世尊 我们不会因为佛命 而故意夺起 身裂的身裂 世子将军这么讲 要毁谤佛头的人 都是无所不用其己 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杀生 那时 世子将军 不应该吃那些做了指定的肉 如果吃了 就换二座 就是土鸡肉 土鸡肉 土鸡肉 比修本 我允许三点清净的肉 的鱼肉 未见未闻 不怀疑 就是未见杀 不见杀 不闻杀 不移杀 这是佛头规定 可以吃三净肉 可以吃三净肉 你看这个就是在 要见度里面 狮子将军事 就是这里所讲的 这个因缘就是在这一部经里面 所以 出家人是可以吃三净肉 不包括十种肉 我们 北传佛教不能吃肉 是梁武帝 是在西元511年规定的 以他的行政令令干涉宗教 出家人要是吃肉 热令还食 所以要知道佛头是 本身他也有吃肉 而且还有吃牛肉 因为在这里里面 有一个地方 有提到 第四宗提到 可以接受公养的食物 像五种乳制品 及米 豆等粮食 八种 灰石浆 是中午过后 人可以饮用的果汁 不是所有的果汁都可以吃 就是有固体的当然不能吃 所以他们有的要过滤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果汁都可以吃 就是比较大型的 大型的水果 他的果汁还是不能吃 像西瓜那么大的也不能吃 好像椰子的也不能吃 其他的果汁 像芒果汁 好像没问题 最后说明了食药 灰石药 七日药 进行受药 进行受药 就是说 随时都可以吃的 到死之前都还可以吃的 是总量食用的规定 这个是 关于药建度 第七是公德医建度 规定 提安居后有一段公德医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比丘可以免持五条件 并接受及时公养 但是不可以离开安居范围 这个我们很快看过去 五项免持的戒指 在这个 在这个乙安基期满之后 有参加乙安基的 有这五条优待 这个很快看过去 然后医建度 是说明 比丘的三衣 乙衣 座店等其 资料 样式以及如何分配 穿着的问题 然后低送 基夫完全记载 齐婆出家前的行医经过 最后因为他的关系 世尊准许比丘穿着 和居士相同的衣服 这里应该是说 那个齐婆的邀请 邀请要 其实应该是供养部 本来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要 分扫衣 就是从坟墓那边捡来的 人家包裹尸体的那个 捡来的 洗一洗 这些 这是我这些染染的 他因为旗婆的关系 佛陀准许比丘接受 居士 公养 那个部 应该是这样 第二送 规定衣服的资料 宣布比丘 人可穿着混扫衣 处理进入坟墓 取十折衣服的比丘 和没有进入的比丘间 分配衣服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跳过去 张波建度 这个建度中 世尊居住在张波 所以名为张波建度 实际内容则是 以睫毛 就是申请回忆为主 其中类出六种开会的情形 再过来我们看 乔赏弥建度 这个建度 记载在乔赏弥的比丘 其生团由分裂至合合的经过 生团分裂的原因是因为 举罪者 犯罪者的意见不同 导致生团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 摩比丘无罪 另外一派认为 摩比丘有罪 世尊全容调停以后 两派比丘便各自开会 但是之后 情况又恶化 双方不断地争吵 甚至打架 世尊再次前往调停 并说了长寿王的故事 但是比丘们毫不听见 就是说你老人家不要管 我们自己解决就好 于是世尊离开了乔赏弥 然后乔赏弥的当地的居士 知道这件事 以后便用不公养不尊敬的方式来抵制 就是 比丘见状 首使衣钵到社会城 拜见世尊 被挤罪的比丘自认有罪 致辞才有 恢复合合的神团 即使看到这个情形 当然就是说 那这我们还公养吗 还吵架倒架 然后世尊劝也劝不听 这样我公养还有一事吗 不公养他们就没得吃了 对不对 不得不屈服 那详细的故事 在《法际经》里面有 《法际经》第五个故事 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吵得不可耐焦 吵得不可开交 他就说 在侨赏弥的美因经事 美因 美因 住着两个比丘 一个是利藏词者 利藏词者就是律师 就是对律特别有研究 另一个是经师 一个是说法则 各有五百个随众比丘 所以他们学习的重点不一样 有一天说法则如测祸 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上厕所以后 所用的水刷 还有剩水 没有倒干净 他留下来就离开卫生间 后来 律藏词者进去那里 见到那水出来以后 他问说法则说 玄流 那水是你留下来的吗 说法则在律方面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研究 然后 词所建立也没那么严谨 这个水没有倒干净 那个词律者觉得说 你这样就是有问题啊 然后就问他说 那个是你留下来的吗 他是是的玄流 你不知道那样是有罪的吗 就是 就是跟那个接力有关系 是的我不知道 悬流 那是有罪的 那么我就忏这个罪 当然悬流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不是纯心做的 那就没有罪 说法则把有罪的看成无罪 然后 律藏词者就告诉自己的学生 说这个说法则犯了罪 却不知道 他的学生能见到说法则的学生说 你们的戒师犯了罪后 却不知道自己有罪 这两个 在这里的这两个都是头头 学生见到以后说 你们老师很没水准这样 你们的戒师犯了罪 却不知道自己有罪 他们就去告诉自己的戒师 他就这么说 这个律藏词者之前说 那是无罪的 现在却说有罪 他是骗子 然后就 吵开来了 不但是吵架 而且还打架 大家可以有信息 可以把这一个看一看 这个是法济经 第 第几个基颂 这跟328的基颂 329的基颂 没有关系 跟330都有关系 但是 这一个是 法济经前面的 第6个基颂 或者就是讲 就是因为 我们将因此而魅惑 就是 比人不了之 就是说 你这样争论 我们是会魅惑的 如果知道这一点的人 争论就会因此平息 一般的方例是什么 我们下 叶经的方例 比人不了物 我等将毁昧 若彼等之此 则争论之喜 就是这个基颂的故事 就是 巧赏梅事件 我们再回到这里 巧赏梅事件 然后 这个就是 第10个见度